最后就是把这个地方再加一个清除 那清除的方法当然我们可以逐个逐个清除 也可以大范围清除 不过当然理论上当然用那个范围清除会比较理想 不过这个可能要自己再改一下 那我们先清除之后再按计算 那计算就是把刚刚的公式呢分别的加进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地方按 自动帮我把我们的公式又再放进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做法跟刚刚蛮类似的 第一个我们直接来看因为时间关系 第一个就是一样我的习惯是 先把什么清除的部分先写好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叫做清除 那清除的范围就是 从第四列一直到最下面列 把哪几栏呢把D到H栏 D到H栏清除掉 所以写法是这样子 D到H栏 那写完之后呢 你可以再把清除复制贴到底下 上面改成计算 那后面的话 这个双引号后面呢 你就把什么呢 把我们刚刚写的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里面的公式贴上来就可以了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在我云端上面会有放 在那个这边有总共会有 总共五个公式嘛 就是刚刚的公式贴过来 你可以先把它集中在一个地方 好 再分别怎么样 贴回去 那分别是贴回去之后 这边这个 那特别注意 也是两个原则 里面如果说有双引号的话 那再补一个 如果说里面 有那个 比如说有四的 确定一下 你要先确定 哪边要改 如果说你不确定说 哪边是你要改的 你可以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这个里面 你先看一下 游标上面 有没有 先点四 再点五 有没有发现 有变动的那个就将来要改的 这个是没有 这个好像一直都一样 这两个有没有 都一样 这两个都一样 这个呢 G4改为什么 G5 所以其实只有这一个 跟这一个 有没有 四会变五嘛 那改写的方式的话 其实是把公式贴上 本来这边是四嘛 那你就再把它改成I 这边也是一样 本来是G4 你就把它改成I 那最后 做完 完成 那只差别是那个格式 如果说那个格式 你要再加的话 那就自己再录制聚集 了解一下里面的东西 那最后的话 清除 计算 OK 好 清除 计算 不过 特别注意 你们没有发现 我把它清除之后 这边的那个设定格式化 条件 因为呢 它是 小于 小于10 因为里面空的 它会把它当成是 我觉得它可能把它当成0 因为也就 所以你会发现它底色 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 这个地方 或者是说你 是不是来个range 小于 小于10 小于等于10 大于等于0 或许就没有这个格式 但是你把它加上去之后 它又自己怎么样 套用上去 特别注意 这个格式不是从 我们常用里面去加的 它是从这里面 套用格式 所以你要加 从这边加 你要清除的话 记得也要从这边清除 否则你 假如说你这边 要清除它的颜色 你会发现 我把它改成五填满 你会发现 奇怪五填满 怎么里面还有 你动不了它 你要 改变它的话 只能从哪里呢 这边清除 或者管理规则 把这一个规则删掉 套用一下 它才会清掉 所以它有点像是 上面有个涂层一样 帮你把涂层盖上去 所以两个 一个清除 一个计算 把它加上去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今天的话 主要就是 把那个 检视与参照 两个范例 延伸的范例讲完 那下个礼拜开始的话 我们的那个基础的范例 就讲完了 再来的话 就是进阶范例 那进阶范例也蛮多的 可能如果时间来了 其实就多讲一些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五次上课嘛 也许 坏的话一次上 一次讲一个 一个两个范例吧 然后呢 如果 慢的话 反正看各位的状况 如果 按照进度 反正就是 有五次上课 那我们就看讲到哪里 就算哪一个 那如果说你比较 想要学的 哪一类的范例 那你也可以提出来 或者甚至呢 你工作上面 有哪一些可能常用的那些资料 类型 那你希望做出哪一种效果的话 那你也可以提出来 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范例寄给我 那我看一下 那或许这个东西还蛮适合放在我们未来的那个范例档里面 不过那个资料尽量就不要太太旁杂了 你不要寄一大堆给我会看不懂的东西 那我就没办法融入 那如果你那个资料还是有固定的而且很简单的逻辑 然后你稍微说明一下这个资料你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最后的最好有个示意图 你平常图法链钢之后的结果 你让我知道一下 那这个过程怎么转换 那我们可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用的函数 那想一想再用什么比较好的VBA方法 可以让你一键完成 把你的事情解决掉 当然是OK的啦 如果没有 那我们就是按照那个后面我们有的既有的安排的那个范例档 一个一个把它做往下 下个礼拜的话基本上会先讲那个大型式算表 那个范例 所以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题目的话 大家也欢迎你们再提出来 OK 我想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然今天就先讲到这里